字幕提供 我們的論文題目是 無數生活 直布衛生棉之推廣 開始 哎呀 我好像那個來了耶 你有衛生棉可以借我嗎 好 我找找喔 蛤 你們還在衛生棉喔 你們已經out了啦 現在取得性別議題 環保議題等大量文章 布置衛生棉 再次信息討論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就是布衛生棉嘛 在2009年的時候 一位名叫林彥茨女姓 致尼泊爾工作 發現當地少女因貧困 買不起衛生棉 已經交由換取 她將布衛生棉帶入尼泊爾 並在當地成立工作坊 並以兩三塊的美金 賣給當地的婦女使用 而你們知道嗎 在月經週期會使用到 35片衛生棉 也就是說 一年會花費420片 這樣算下來 從初潮到更年期 會有40年的時間 會花費衛生棉 數量高達16800片 這對地球的傷害十分的巨大 而且衛生棉它還有PPE PS和PE 需要花費500年的時間 才能徹底地被分解 對大自然的傷害 真的是十分嚴重 好啦 那我去試用看看吧 蛤 我覺得 布衛生棉用起來很麻煩耶 要帶回家清洗 用起來也不舒適 而且衛生棉的價格一片是4元 布衛生棉的價格是80元 然而長期使用下來 衛生棉需要花費到7200元 然而 布衛生棉只需花費到2400元 而且 布衛生棉它比較透氣 也沒有摩擦力 製造成的垃圾量也比較少 有此圖可以看到 布衛生棉它比 布衛生棉花費的錢還要多 所以布衛生棉比較省錢 而且2015年到2016年 布衛生棉的使用成成長趨勢 那 布衛生棉只有一個規格嗎 沒有其他的規格嗎 差點 而且 而且 布衛生棉跟普通衛生棉一樣 有三種規格 1.折疊型 2.分零型 3.一般型 2.價錢都落在160-170之間 只有折疊型稍微貴一點點是270塊錢 而且不用擔心在台灣很難購買到 有三種購買途徑 1.實體店面 2.流動市集 3.網路販售 所以其實很好購買喔 我那天在網路上有看到布衛生棉的講座耶 你說的就是愛女孩的那個活動吧 他們 時常不定期的在台灣舉辦 手作布衛生棉的體驗 而且製作布衛生棉的方法隨便簡單 第一步 剪裁出布衛生棉的大小 第二步 把它們重疊之後再縫在一起 第三步 拿上自己喜歡的花色 重疊 然後縫在一起 做一步 縫縫扭扣 就可以完成囉 那手作布衛生棉也可以與學校的加證課程 或者公益活動 結合達到推廣的策略 對 我們可以從小就從教育向下加根 讓大家從小就開始認識布衛生棉 那我們來創一個手作布衛生棉色吧 就由你來當社長囉 好啦好啦 而且布衛生棉它可以增加它的花式 及樣色 來吸引更多的消費族群 達到多元化的策略 達到多元化的策略 而布衛生棉在台屬於導入期 知名度低 替代品多 我們可以靠著更多的推廣目 達到推廣的目的 或者是用書報雜誌 社群網站 讓大家知曉這下產品 然後 使大家都可以使用到布衛生棉 布衛生棉再次興起 我們可以更加重視女性的身體 以及對黃金的健康 這不僅只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更是一種永續實踐的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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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